大家好 我是高壽蕭 相信大家都知道流馬車了 這傢伙不說他一陣子有些花生出來 不過相信說完這次 也有段長時間不會再說他先 因為他是時候進去坐 發生什麼事呢 這陣子動漫戰這麼大活動 當然有很多香港人去參加 那些什麼白卡都有參加的 流馬車都有 好了 接著就是吃花生的時候 流馬車和白卡有些牙齒人在 馬車見到白卡 接著就衝動了 移動白卡 白卡都幾傷 馬車就很生氣 大概就是這樣 真的夠了花生 才出來不是很久 又搞這些事情 他這個行為 走不掉的 可以抓他了 公眾地方打鬥 商人 提了進去 流馬車早前說過考長官 以後請大家叫他做柳sir 不是說玩 這個職業適合他 不過可惜 他不是成為長官之後才壞 一早就壞了 那就沒有了 哈星勾完之後 才來壞的 是傑出員工來 香港上官 大家明白的 好了 關於這件事 現在就說馬車之所以動手 動手 動許光漢 不是說笑 都真是幾次 是因為許光漢 借了他4000元不還 所以他才這麼激動 動手攻擊許光漢 跟著流馬車現在就說 自己衝動了 不應該這樣 想道歉 若許光漢出來談談 不好意思 不知是否想有眾多人家一獲 大概就是這樣 哇 馬車這麼有錢 沒有公開還可以借到這麼多給人 老實說 不是好信 馬車問人借錢就有 之前記得他問過人借錢 好可憐這樣求人給錢他 馬車借錢給人 真的不是好信 不過這樣 他這些白卡還換監等 有些錢都不出奇 坐牢的時候零消費 每個月政府那些津貼 繼續給他 到他出回來 他的銀行戶口就有筆錢了 他好像曾經都說過 每次出回來 銀行就有筆錢 所以他借到這麼多給人 都不出奇 但anyway 這些東西聽一下就算 馬車的東西信他一成雙目十名 吃下花生 看他準備又進去報道 好過 今次這個馬車無限loop 這麼快又來到尾聲 飯事然後入獄 消失在公眾眼前一段時間 不知何時再出回來了 真是職業監等 他認第二 沒有人認第一 By the way 都是那句 香港政府對於非政治類的東西 都挺包容 馬車這些擺明是嚴重危害社會的 這樣都可以多次放他出來社會 自由活動 在社會一段長時間 真是好瘋了 將計時炸彈 隨時爆的炸彈 放在香港社會裏面 馬車這種人 是香港冰山一角 出街真的請小心 一個不為二 隨時被那些白卡 拿刀斬都不出奇 如果是新加坡 馬車這種人 一早就玩完了 一句說完 在香港的大家 看路 不是說玩 為了出位 馬車這種人 什麼都做得出的